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像是中国的中国的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一样啊 那个那个讲话呢落落长 那普丁的大概就讲了十来分钟的话 讲了十来分钟的话呢 当然市场上面解读就说 普京的那个味道好像是在跟北约北约呢 在在宣战的味道啊 那个解读了 他他没有他没有讲说 但是也没有也没有去宣扬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战果 普京昨天总体来讲的 把这场的每年的五月九号 那以以这个莫斯科红场阅兵的为主的阅兵 他不是走在红场啊 其实因为俄罗斯非常大 俄罗斯一万七千 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啊 那在俄罗斯呢他的操作的传统的就是在各个其他的其他的大小城市啊都有类似的这种的阅兵教育的活动就是当地的部队呢都会都会就近的往往当地的就说有阅兵的城市呢去集结在当地呢也会有阅兵的活动 但当然了就说全世界在看的主要还是莫斯科的红场的阅兵 那这个红场的阅兵 以前 以前都是都是看新闻的片花 就一段一段的 看了不太有有感觉 但是呃 昨天的时候我第一次啊 比较完整的把俄罗斯的 应该应该说 应该之前的这个 这个七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也看了比较长一点 不过昨天的看的比较完整 毕竟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洪托嘛 我看了之后 我对对俄罗斯这国家我有一种的就像是当年读李光耀先生的这个这个作品的时候的一样的感觉啊就说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讲固然小小时候我受到的训练是苏俄在中国的训练就说很可恶啊对对中国的百般的百般的欺负啊骚扰啊 金吞吞吞吞吞吞咪呃从从清朝末年之后的在在这中国的从从 中国的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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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大概大概大概现想像不止一个新疆的的这个土地的土地啊那那 product这是很可恶啊再这个国民政府呢在核贷战果的战和共产党在策利战的时候啊那不断的再玩弄的中国的内贷任好啊所以 呃即使 蒋介石他的媳妇呢是俄罗斯人 蒋方良嘛 可是呢那个苏俄在中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 并不是每个人啊其实其实跟我同年纪人读读过苏俄在中国的非常少 那只是因为我我父亲是军人了在在家里面 在在这书架的案头上面的就就放着呢苏俄在中国另外一本就七甲五义 我爸的书也不多 我这几本书而已 好那其实七甲五义呢是他讲讲故事的时候呢 呃讲讲给我我妹听啊我坐在旁边听的时候讲过的时候用的 那另外一本的就说的在中虽然是这个被背景不过 当现在的看看俄罗斯的时候呢其实这其实我还是我还是有些而且很复杂的情绪啊他明明非常有有文化的 他其实 他其实应该可以过得很好的 他其实应该可以是一个是个快乐的民族快乐的国家的 他其实应该可以在欧洲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的 可他也反映了就是说不要说个人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单逆啊到到最后呢 经常的经常吵吵闹闹打打打杀杀杀的哈没有办法的停止 就冲突呢冲突模式一旦启动了之后啊 通常的要降温是非常困难 那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 从从从一个中国人的这种的老庄的思考中庸中庸之道的思考 我们总会想说有什么事情不能化解的呢 可是你要在化解这件事情 要双方面都有都有共同的共同的文化的载台共同的认知 也要有共同的需要他才有可能化解 那俄罗斯 俄罗斯成为 成为整个的欧洲的假想敌 明明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乌拉山以东是他的精华区他也他的长的样子 他的我文化的底蕴 他的他的目光的投投射他的经济文化或者说种族血缘语言宗教的连结 都是对着欧洲的 可是欧洲不接纳他 他他也不是没有试着希望去欧洲调和但是那人很容易气馁 那国国与国之间又有内内部政治的考量 所以当然就会出现这种 我尝试过了 但是但是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 所以算了 那那之后呢就一直将在那 那将了这么久了 那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兵戎相见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是剑拔奴章 好了 三次 和平啊挂在嘴巴上面 word of peace word of peace 都都只口号而已啊 真的来讲的其实政客 呃超级喜欢战争的 你看到美国现在的现在的操作的模式来讲 他超级喜欢战争的 他甚至下个阶段的就是准备呢 在台海之间的战争 待会九点半的时候呢跟杨敏 教授的我们再深谈吧 今天大概的全全部呢都是美国在亚洲政治的操作 不管是菲律宾 不管是韩国 好了台湾都一样 那美国 布林肯的就是准备的要提出他的 就说拜拜登版本的 China Initiative 那你就看他的内容 好但是 你看到昨天的红场月月兵的时候 俄罗斯这国家能够能够到过来讲俄罗斯这国家能够在 在191991年了整个的大崩溃之后啊10年的那种极其暗淡 蕭条 所有的生产体系 物流体系的几乎全部中断的情况下面 从一个从一个超级大国的瞬间崩溃 然后走到走到今天 慢慢的能够能够喘息 但是呢又被迫 我用我用用被迫了 当乌克兰或者乌克兰的朋友们 可能不会同意 好 发动了这场的战争 又把这个自己呢 就说呢丢丢进流沙泥浪里面 这这国家其实有他很值得同情的部分 你看到他的这个红场的阅兵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气 气势啊特别是 当看到看到邵一鼓 邵一鼓 邵一鼓 你就看到看到很多的假 假新闻吧 看的画面的时候呢 我脑子里面总是会自动跳跳出来很多的这种的 这种认 认知作战的笑话 就是事后当然都当笑话了 可是在当下的时候呢 新闻的谈的 邵一鼓呢 已经了12天的 没有没有出现了 那稍微确认了邵一鼓呢 心脏病发发作了 那整个俄罗斯呢 现在的群龙无首 那拜 这谷的普丁呢 也因为 也因为呢 看起来是呢 是这个 帕金森 生事症 那因为手手脚呢 都会都会抖 所以呢手只好呢 去抓桌子 不让人家看出来 那你看他有水肿的情况 对我我倒觉得 他他有水肿的情况 那 如何如何 那邵一鼓呢 昨天的鬼鬼长后后 在这个指挥车上面的 全场的全场指挥呢 阅兵 好那当当这个呢 当 呃 这种阅兵车呢 经过了这个教育部队 面前的时候呢 听到这些 俄罗斯的这些的 这些的军 军礼跟他的 仪式化的军事动动作 我我觉得 就就是很骄傲的 就是 呃 我们当当过当过军 军人嘛 他的教育的时候的那个部队的整齐划一然后呢那种的头要如何的摆摆动好那眼光的要如何的跟着跟着指挥车的移动好那枪的要要要要怎么握怎么放 然后呢当当当着指挥车经过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教育的部队呢那很整齐啊 然后三个呃 无了 那个 我觉得还 还蛮动容的 哈呢 然后世界接下去会会怎么反应 顿巴斯的大战的现在现在还在还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还没有到最后真正决战的时候了 不过不过去据说的俄罗斯军队呢 那包围了一支呢 在在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军队的主力部队啊 现在现在正在针对这一这支呢 境外人的主力部队呢 正在打他的歼灭战 那呃其他的就就是零零星星的战战战场上面的事 那嗯 外交上面来讲的美国除了继续呢 把武器呢丢进去之外 那西方的国家呢 嗯 几乎清一色 都是呢 昂格鲁萨克兴族 那当波罗斯江森去过了 那拜拜登的拜登的老老婆拜扫去了 你看到的连连加拿大的总理呢 杜鲁多去了 可以说就是昂萨就是昂萨就是呢 就是种种族呢 在国际政治里面来讲 那同文同种本身呢 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政治动能人的人的人不见得自私干基因的是非常自私的 那你看到呢即使都是白人但是昂萨本身的捍卫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啊你不要有有有有任何的任何的怀疑 好那来看一下台子其能开盘的情况 我通常开盘十分钟在在跟大家讲昨天跌一百七十四点好那现在开盘了之后呢跌两百一十一点 一万五千了八百一十六点的位置一万六当然是跌破啊八千一百三十七口的成交量好没有什么意外了待会呢现货的开盘之后呢破一破一万六好那 呃英国的部分的回头回头回头看英国英国 呃江神在这次的选举选举之后呢大概是失去了两百五十席的原来属于保守党的地方的地方议会的席位 但大部分的分析呢都是说 都是说呢 江神保守党的重挫 因为尤其在保守党的非常强势的大伦敦地区啊有一些呢保守党已经呢已经掌控了半世纪以上的这些地方议会的席位 那保守党这次都输了所以呢工党的是有点喜滋滋的觉得呢工党这些选的选的不错 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就大伦敦地区呢作为作为保守党的指标的一些的选区的保守党重挫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你像是像是苏苏格兰这地方的不用讲最重要是呢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的这个区块呢因为新分党的第一次呢在北爱尔兰的成为的成为最大的政党 那他应该是可以在北爱尔兰的去去去那去组组织一个一个地方的联合政府 那呃在在这个地方的第一次出现了北爱尔兰就是的新分党的就说得票率呢 超过统一党统一党只拿到百分之二三二四吧新分党拿到了百分之二十九 但你说怎么都都这么低那就跟德德国的德国的总理的德德国的国会选举一样 你需要知道肖子的肖子的色是社名党演才不过百分之二几的选票而已啊只比这个这金民党的多了一点多 就是這樣子都都是20% 因為他是多黨這政治啊 比較破碎一些 好那 其實如果你看那 那波爾江澤還不下台嗎 因為 雖然選的不好 但是沒有預期中這麼的不好 因為原來選前的民調的時候呢 認為呢保守黨有可能最糟的情況 有可能會失去500個左右的席位 但是最後失去大概250個左右的席位 所以沒有到這麼糟 所以呢讓保守黨還稍微的喘口氣 所以為什麼選完 那時候大家覺得波爾斯江森呢 暫時還不會下台苟言殘喘 我猜想了在目前一團亂的情況下面呢 有心取波爾斯江森而代之的這些的 他的保守黨的同僚們 大概也還暫時不會發難 這個時候去幫他擦屁股幹嘛呢 再等一等 好那這個波爾江波爾斯江森的 大概呢還可以苟言殘喘一下 不過 雖然不是馬上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興奮黨終究是唯一一個呢 在愛爾蘭跟北愛爾蘭呢 都有都存在的政黨 他們是互為表裡的 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的啟動了 愛爾蘭終究會成為一個統一的 這個國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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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